匿名者64组织的真实背景 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站联队 网络环境研习中心 该中心专职负责对大陆实施 网络认知战舆论战 2023年6月 该中心以匿名者64组织的名义 注册社交媒体账号 肆无忌惮地实施网络攻击和反宣破坏活动 台湾资通电军 是台湾当局于2017年6月主导建立的第四军种 是台湾当局对大陆实施网络作战的主力 匿名者64组织成立以来 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70余条动态 用所谓战果博人眼球吸引流量 曝光的攻击目标涉及户外电子屏幕 自动售卖机 网络电视等联网设备 以及新闻媒体 航空公司 大专院校等门户网站 试图营造出大陆网络安全防护极为脆弱的假象 然而 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 匿名者64组织展示的战果大量注水 夸大其词 被攻击的网站大多是山寨版的假官方网站 或长期无人关注的僵尸网站 更有甚者是该组织通过批图等方式制作而成 目前 国家安全机关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 台湾人员的身份信息 其中包括台湾滋通电军现役人员罗俊明 洪利奇 廖维伦 国家安全机关以依法对三人立案侦查 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次他们破获了这个 认为是军方 台湾军方的滋通电军 是真正的军方 不是纯粹的个人 而破获的这三名现役的军人的部分呢 中国大陆却是用他刚刚公布的台独22条来做处理 那当然你说他这个台独22条 跟你本来只是破获间谍或者是破获骇客 你的罪责刑其各方面有特别的严重吗 其实只要这些人 他没有去 就是这些现役军人 他没有去中国大陆 或者他没有涉及他的这个在中国大陆制产啊 或者他的亲友跑去中国大陆制产做什么啊 可能会被查扣等等的 他只要不太涉及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他的情况呢 跟原来的一旦你破获 比如说大家讲间谍什么的 你若不是在当地被抓到 其实你也就是工作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呢 他对这三名当事人呢 要对他处理呢 现在中国大陆呢 手还没有伸得真的那么长 也没有办法真正做什么处理 但是重点是呢 他主要是要对台湾方面呢 来宣誓说他有这个能力 特别是在网路骇客网军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次的这个做法呢 应该是说象征意义大过实质 而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扣到台独22条呢 因为台独22条是高度政治化的一种处理跟法律 那么对于北京当局来讲 他们也不愿意扩大打击面 譬如说如果你的台独22条 到最后实施的被你视为台独分子的人 是让台湾社会觉得说 莫名其妙 怎么一个做生意的商人 他也并不很有名 也没有在宣传什么台独理念 结果他到中国大陆就被抓了 那这个只会让台湾的社会变成更大的恐慌 而对北京也会更加的抗拒 也会更加的不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钢防晒凝露